北京时间1月6日 中国乒乓球选手马特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公布了退役的消息 因此引起了不少球迷的热议 马特也是季芳博、周瑜等选手宣布退役后的又一位名将 虽然马特的职业生涯虽然没有很辉煌 但是他依然值得点赞 马特在个人微博上发了一个小长文 他表示自己这个退役决定也是跟队伍沟通了许久 最后还是选择离开了这个光荣的国拼队 即使心里万般不舍 但是还是要做出这个决定 马特还表示自己在国拼队的12年多的时间里 学习到了许多东西 这些年的时光清晰又珍贵 也是推动他前进的动力 可见马特对于这12年多的国拼队生活时光相当的珍惜 不过珍惜归珍惜 随着年龄的增长 马特的状态也是下滑了许多 而且国拼队高手如云 想要参加世界大赛并不容易 马特职业生涯这么多年 就没打过几场世界比赛 对此马特自己也直言 虽然很想继续留在队伍帮助队友 但是却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竞争力下降了 而且还有伤病等问题困扰着他 所以他也很难再通过系统性训练 来提高自身球技了 因此他基于这些原因 也不得不做出退役的决定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马特还透露自己虽然退役了 但是并不打算离开乒乓球事业 他还会继续在乒乓球事业中发光 而且随后的全国赛等赛事 他也会代表省队出战 不得不说马特真的是很热爱乒乓球项目了呢 虽然他确实很少参与世界比赛 但是马特曾在2011年的时候 拿下国权国青少年赛事冠军 而且第二年他又再次夺冠 实现了禅联 不过马特是一位消球手 想要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很难 所以后期进入国拼队后 他更多的是成为陪练选手 帮助几位主力名将提升对阵消球的技术 对于马特 国拼队的几位教练都对他赞赏有加 如今马特选择退役 让我们一起祝福他吧 希望他未来更加的顺利美好 加油啊